那他就是用紅磚然後磨獅子這樣去做 你看到他這個就是一個半穴肌的這個無色鏡 一半在底下嘛 他把他挖下來然後把那個土填到上面去 當那個綠色屋頂 他就把他剩餘的土就 左邊那邊等一下我們會走上去 就有一座這個平台的山嘛 就從那邊走上去 那他這個建築其實都是一個綠色考量 這當初是一個日本向設計公司設計的 因為這邊下雨下很多了 下雨下很多 所以你看到他那個地板呢 全部都是下邊那個地板 全部都是這種可以流水 然後他有一個高度就是暴雨來的時候呢 他會就直接到屋裡面 等一下是在右手邊那個派出手 四點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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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面要待一個小時 快工作 對不對啊 這個是他們現在只要參觀 這裡 這邊劈到那個 哈哈哈哈 有你 有你 因為他在這邊上班的人其實很舒服啊 在台灣你根本看不到一個縣的建築 是這樣子的一個建築 每一個區塊都是獨立的 等一下我們去看 帶你去看 你就看得到 他就像那個四合院一樣 周邊是辦公區 然後他用親民 我方式就說居民隨時都 他這個隨時都開放 架子也開放 不管上班下班時間 一年三百六十一天 一天二十四小時都開放 隨時都可以來 他沒有鎖門 他辦公室當然會鎖門 但是他在建築裡面不鎖門 通通全部都是隨時都可以進來看 所以他這個是他的特色 他就是清明化然後公園化 他長的都是公園師 所以他那個辦公室一出來就是 每一個區塊出來就是一個中間 沒有距離感 對 完全沒有距離 所以你就會看得到 他就是這樣子的一個建築 那剛好因為其實是宜蘭這個地方 比較特殊 因為 所以他照他這個設計 所以他這個是有看風景 所以他有幾條軸線 一個就是南北軸線 一個就是雪山左線 他對著雪山三半 然後一個是